美国大联盟纽约大都会台湾日登场 而今年邀请了驻美代表肖美琴 担任开球嘉宾 这也是16届大都会台湾日以来 台湾第一位获邀的驻美代表 肖美琴站上头丑丘 看起来有点紧张 最后虽然投了颗提前落地的快球 但还是获得了不少掌声 总统蔡英文则透过影片为活动致辞 她也特别感谢美国捐赠新冠肺炎疫苗 她也向现场的球迷介绍 东京奥运会上最优秀的台湾选手 现场球迷们挥舞着两国的国旗 台湾味十足 秉气凝神 眼神直视前方驻美代表肖美琴 首次站上投手球登板投球 但可能太紧张 投了个提前落地的坏球 不过现场依旧获得不少掌声 美国大联盟第十六届 纽约大都会台湾日 今年邀请肖美琴担任开球嘉宾 也是首位获邀的驻美代表 球迷们超级嗨 收纳台湾跟美国国旗 总统蔡英文则隔海透过影片 共襄胜举 我非常想要用这个机会 去感谢美国为帮助台湾 在这些挑战的时刻 你的新冠军疫苗 帮助新冠军疫苗 已经连着我们的国家和民族 Go Max Go Taiwan 跟小美琴同框 一起替大都会还有台湾打气 总统穿上球衣 也是表达对台美关系的加油 而现场的巨幅一幕 大大的中华民国国旗很喜目 台美防疫的合作画面 还有这次东京奥运上表现亮眼的台湾选手们 台湾的好成绩好好宣传一番 这次大都会台湾日也首度为购票球迷 准备纪念品就是限量版球衣 而驻纽约办事处在场外 则设有宣传台湾观光的摊位 人气吉祥物欧雄 还有三太子的民俗表演 热闹非凡 大都会台湾日充满浓浓的台湾味 记者新闻周询生 中文报道